我的名字是郭海潮 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公笔人物创作与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然后我的家乡是在河北的宝定 也是位于河北宝定华北明珠的爱扬店 我主要创作的方向是公笔画人物方向 绘画很多这种中国传统的这样人物的造型 但是呢其实我更喜欢的是 在传统的技术上加入更多的现代元素 还有现代人的一些神秘观念 其实中国传统给予我们非常多的营养 让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世界上也有很多的这种 类似于我们中国画的一些形式 其实整个世界的文明呢 它其实还是一体的还是共融的 就像我们的壁画 从古代壁画遗迹中我们会发现 像中国的敦煌 还有像埃及的一些木石壁画 像欧洲的一些石壁画等等 它们有很多共同相似的地方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是 就是用壁画这种方式 去创作现代的这种人物造型 去把我自己的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 其实我们有临摹很多中国传统的一些内容 从卷轴画到壁画 我们都有临摹 从中国还有到印度到埃及等等 我现在呢就是画了一幅 像我身边这样的一幅作品 它其实是有埃及壁画的元素 我会吸收它很多的这种用笔的方式 用色的构成的方式 它是在大英博物馆存的一件埃及牧师壁画 但是呢我把这件很小的壁画 把它重新打散再组合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创作构思 完成我自己的作品 就像这幅画 我会把主要人物放在壁画 这样的一个氛围中 它其实跟我们现实中很多相似的场景很像 我们会把它这个环境营造的更符合 我自己要表达的意境 这样呢才能把历史和现代相结合 同时我也特别注重色彩的使用方法 其实中国呢 它的古代用色呢 分为很多这种城市化的用色方式 尤其是古代的这种用色的这种 它的纯度亮度都有很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方式 像埃及它的壁画呢 它也有很多 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说用色呢 会分布在各个地方的不同角落 也就是说用现有的极重颜色 去描摹一个生活场景里 分繁复杂的色彩多样的这样一个世界 其实我们艺术也本身就是这样 不需要用太精准的这种颜色 这样的造型去表达 它其实只需要用我们认为它足以传达我们内心思想的一种方式 就可以传达出我们要表达的艺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就是这样 每天就是坚持做画这样一个过程 也会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的艺术中 吸取很多的营养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些艺术作品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 多支持我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感谢